好了 那么沿着这个样条线 旋转的这个物体我们做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插件里面最后的一个功能的设置 就是让这些沿样条线运动的物体逐渐的显示 也就是说原理是呢 我们对这些物体的可见性做动画 好首先我们先来将前面体逐渐复制 这些复制 执行一下 选择这条线 我们一定要选准线 我们发现这个线不太容易选 我们按下键盘的H键 找到这条线 我们看到物体有很多啊 这么多的物体 我们不需要这么多 我们将21以后的物体删除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线就可以选中了 还是Circle001 还是Circle001 我们现在呢将这些话剪切 我们将这些物体放短 写4a in selection in c吧 do a.height 等于 random 5到25 回撤 shift enter 注意他这里面有一个 没有这个选择集C 这个C的选择集呢 我们是在前面定义的 我们在前面定义的 那么 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C 这里面 这有一个C 啊 这有一个C 那么我们现在选择呢 呃 按线选择 我们先来按线选择 这里面有一些话是按线选择的 比如说这句话 我们先选择这个线 然后执行shift enter 大家看他把它选择了 那么我们现在 看到这里面是把它放在S里面 所以我们4a in S 来看一下 shift enter 大家看这样就短一些了 拨起动画来 就能看到路径 OK 回车 我们再来把这句话粘上 这样的话 这些物体 执行一下 又是S 我们看执行 没问题 我们需要对这些物体 进行可进行动画的设置 那么可进行动画 怎么样来设置呢 我们首先先来 加入一些数学的设置 运算公式 这里面我们来测试一下S 回车 看到选择机已经成立了 我们在下面定一个参数N 它等于动画时间长度100 除以呢 这个物体的数量 比如说S点Count 我们将它扣起来 shift enter 大家看得到的数值是5 也就是说20个物体 总共100帧 每一个物体的 就是N得到的数值就是5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个物体的关键帧 显示的关键帧 Visibility 可见性的关键帧 0到5帧是第一个物体出现 5到10帧第二个 10到15第三个 依次往后 那么整个时间段内 这些物体都会慢慢出现 好 然后呢 我们来接着下下写 怎么写呢 我们写一个括号 再写一个括号 在中间输入 比如说 for t等于1到s点Count 2 t这个变量 可以从1取到物体的数目 比如取到20 做一件什么事呢 回车 我们继续写一个括号 回车 这里是我们要写的语句 在这里写 比如说 animate at time 0 at time 这个不能写0 应该写多少呢 比如说 t现在从1开始 那么我们就是 括号 t-1 乘以 这个n n是几呢 n就是5 乘以5 在这个时间段内 就是在这一帧上 我们让 s 中括号 t 它的 visibility 等于 out 那么也就是说 打开自动关键点 在这一帧 这是哪一帧呢 t从1开始取 1-1 等于0 0乘以5 是100除以20等于5 0乘以5还等于0 在第0帧 st 就是se 也就是整个选择机里面 第一个物体 也就是沿线旋转的 这个物体里的第一个物体 它的可见性 为关闭 回车 把这一句话复制 担贴 这个我们直接到t t乘以n 然后呢 st-1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应该 t吧 st ok这样就对了 t.1乘以它 到t乘以它 这个我们给到r 那也就是说 打开自动关键点 在这一帧 这一帧t.1 1乘以5 等于5 就是在第5帧 这个se 也就是刚开始的 这个第一个物体 st 它应该是 可见性为开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这段话 进行 设置了 我们选择这条样像线 直选样像线 不选物体 我们现在来执行一下 这句语句 Shift Enter 我们来看 场景中的物体 已经不可见了 播放动画 它们一个一个出现 看到 一个一个出来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选择这条线 通过选择这条线 来选择沿这条线 缠绕的物体 然后对这些沿线缠绕物体 给它们一个可见性的动画 选选看一下 关键帧还是比较 这个规律的 我们可以这样选 比如说我们 select S Shift Enter 那么大家看 这就是它的关键帧 当然这些物体的关键帧 并不均匀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些物体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关键帧 比如说 这个物体 它整个沿着 一条线 旋转的速度上面 咱们刚才给了一个设置 大家可以看这里 就怎么让它 Scale Time 所以它的时间关键帧 并不是非常的 这个明显 就是非常均匀 但这样就是沿着线来 进行 显示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场景中 还有一个物体的话 我们Ctrl Z 比如说 现在它正在运行 那么我们想让场景中 还有一个 一条线 色口002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让它 也出现有很多的 缠绕的物体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在这里呢 将顶部的这句话 改一下 在这里 改一下 色口002 注意看看有没有问题 色口002 凡是有圆圈的 都给它改成色口002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不要选择物体 直接全选这些话 好 我们来Shift Enter 大家注意它的效果 现在变得很乱 我们先Ctrl Z一下 什么原因导致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将这些物体 全选择删除 放到底部 多写一句 Select Delete Geometry 将几何体删除 好 我们回过来 执行 我们要的这一句话 我们将它先都给到 001 都是001 所有任何错误 好 选择它们 Shift Enter 大家注意它有一个问题 在这提示 说有错误 我们看错误在哪 位于2 I 这个是什么东西错了呢 第21行 我们来看一下21行是谁错了 在这里 I 等1到20度Cylinder Radius 这些都没问题 我们将这个尺寸调小一点 比如说5到25 要不太大了 好 那选择Cylinder 定义全局变量C 然后 加入这个修改器 将这个Cycle01改掉 选择物体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看 全选 Shift Enter 大家看 这样沿它运动的物体就做好了 我们在这里赶快修改 我们把它改成002 002 好 那么再来定义 这里我们就不要用C了 比如说我们用T 定义一个T 那么这里都给T T T 都把它改成T 注意凡之有C的地方 全换成T 看看还有没有C了 应该差不多没有了 这 T T 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 T 这是002的 002的 OK 选选 Shift Enter 注意不要选择的时候来操作 Shift Enter 大家看这个里面还是有一定的错误 这边正常了 这边还是有一点小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Select C 包括了所有的 所以这里我们要严谨一点 我们将圆柱体全部删除 好 然后 我们来执行 第一句话 Shift Enter 执行第二句话 Shift Enter 执行后面的 注意就包含我们要的这一部分 多了 好 从这开始 到这结束 好 第二个完成了 那么下面我们要再做第一个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把这些改了以外 注意看 改了以外 001 这个改成001 然后把这一句话呢 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Pray Fix 冒号 引号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物体 比如说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Select 物体 这样就没问题了 然后我们这个不要缺句变量 把它删掉 就建一个T就行了 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行不行 先来选择第一段 Shift Enter 第二段 选择 然后我们后面 全部给它选上 好 Shift Enter 大家看这一次就没问题了 所以大家看我们用这种简单的语句来写的话 很多东西都需要注意的 你通过这个要来定义一下什么呢 定义一下这个可见性的整体设置 这是我们选择 这个物体 只是按照线选择 那么如果所有的物体我们都选择的话 这个可见性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将这块复制 站到下面来 好 那么 我们不需要这一个了 不需要这一个 然后我们把后面这个删除 不需要它指定是哪条线 直接选择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暂存一下当前的场景 然后Shift Enter 大家看关键证据已经出来了 现在已经看不到物体了 随着波动时间滑块 物体慢慢的出现 这边出现了 这边也出现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整体 让当前的场景中所有 沿线旋转的这个圆柱体 慢慢出现的效果 非常的好看 OK 那关于这个可见性的沿线指定 让这根线运动物体的可见性变化 和所有场景中物体的可见性变化 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一会儿